怪怪才女Joanna王肉林 于11月11号发行第四章 全创作英文专辑 每每发片都带来 独特专辑风格的她 这次则是选择用了 哥德式摇滚 让唱片中的歌曲 充满了喜欢神秘与故事性 只是面对媒体 总是比较害羞的Joanna 终于在第四章专辑发片记者会 首次直接面对电子媒体的采访 从以前的话不多 到现在已经可以 在众多记者前 看看而谈自己最新专辑 霸凌之家的概念啦 也有就是在唱霸凌者的角度的歌 也有被霸凌者的角度的歌 也有一些就是 自怜自哀的人的歌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 我看 还有什么 骗子的歌 然后 一些傻傻的人的歌 就是有各种不同 就是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很多时候人性那些 他们走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都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也喜欢写这些主题 而相当喜欢提姆波顿的王若霖 也表示这次MV内容 就是受到这位鬼才导演的启发 尤其第二波主打正当继承人 Joanna更挑战以黑色喜剧的方式 诠释一个心机杀人魔 过去没见过的表现 果真让大家相当惊艳 只是前阵子 因为头部有蟑螂蛋的事件 让他非常崩溃 所以同一天发片的好友魏如萱 也特地送上沙张神塔 来帮他压压惊 因为Joanna一直说 她一直在Facebook上面说 她不想要火了 我很紧张 我希望她还可以继续 活在这世界 创作好新的音乐表演 这就是给她消灭蟑螂的东西 让水崩溃的心情 现在消了你的努力 有 我朋友就跟我说 其实这世界本来就是 也不见为敬 其实在台湾 应该所有的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会想说也是就好多了 总是有着独特想法的Joanna 这次也没有例外的 再次带来了她最独特的音乐 绝对值得大家好好去感受 其中的趣味啦